眼前的廣場擠滿了許多的民眾 今天上午位在三隻區的製成綜藝工 由地方電視知名節目歡喜廣場 所舉辦的卡拉OK與鄉親搓湯圓的活動 由於再過幾天就是一年一度的冬至節慶 為了回饋地方 知名地方的節目也準備了許多的麵團 要與大家一同搓湯圓 並且也在現場將這些湯圓煮給民眾 讓他們是吃得相當的開心 現場從中藝工的廟門口前就可以看到一座舞台 相當的閃亮搶眼 而知名的主持人賢慧與秦鴻 也在台上表演 讓台下的民眾感受到滿滿的歡樂氣氛 而製成綜藝工的董事長也表示 在大家因應冬至吃湯圓的同時 也能夠來高歌一曲 讓在這冷冷的天氣當中將氣氛給炒熱 今天很高興的可以說呢 我們高興說到 跟我們地形共義宮 共同來基盤到的我們這個當中的秦鴻的活動 可以看到這麼多鄉親時代 大家來這裡在秦鴻的慶團圓 很感恩 也很感謝 在這個北安方法裡面 我們地形共義宮 在這次非常感謝 許多民眾從早上九點就來到現場搓湯圓 除了可以看到一群婆婆媽媽們 用熟練的巧手 將麵團搓成一顆顆的湯圓之外 就連民主持人賢慧 也都來一同參與 也希望在這歲末寒冬之際 除了提供湯圓應景之外 也將歡樂帶給民眾 記者調評韓徐端逸 三支採訪報導